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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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快的话呢 你要非常心中想要剪什么样的 要知道你想要什么形状 你才会快 拿掉 那为什么我喜欢用大刀 就是快 在现场 时间就是业绩 好 剪完以后我们把前面脚去掉做成一个圆形 好 剪头 拿掉 好 我们继续 衝撕开 拿�ıt phrase 拿掉 好了 额头下达以上 低一点 拿掉 拿掉 OK 拿掉 很硬 我们就贴着去拆解 OK 剪完以后 我们去脚 把所有头发 向后梳 把这个脚剪掉 相当于把里面的头发 剪短一点 OK 同样的 往后梳 长度定完 我们来剪层次的部分 这个头发的层次 我们要相对来说 要高一些 OK 剪头 分出 三角的发片 我们把一侧固定起来 同样的方式 我们 拉起来 底区不动 拉掉一个高层次 剪一个非常高的层次 我们可以去掉 一公分 两公分 三公分 三点五公分 直接拿掉 对 它会收紧 继续 记住 我们取的是三点五公分 对的 直接拿掉 继续 直接拿掉 它会收紧 继续 继续 底线不要剪刀了 你看它瞬间收紧 底线 我们继续保留它 继续 继续 OK 漂亮 你看 剪完成是瞬间收紧 我们看另外一车 你看没有剪的 对 区别还是蛮大的 好 我们 剪定完社 给它一点水分 继续 好 剪头 剪头 对 拿掉 继续 头发 稍微往后戴一点点 往后戴不是为了去 延长前面头发长度 是让它有点往前跑的感觉 继续 那这个发质呢 跟我们第五款发型的模特的发质 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说我们在拉头发的力量上面 头发越粗硬 我们给头发的力就应该更小 然后你给它很大的力 它会弹出来 拿掉 继续 拿掉 继续 瞬间收拢 对 瞬间收拢 好 我们继续 底区剪不到的我们点一下 因为我们的 可能有些没有剪到 最继续 最继续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侧区的头发 同样的方式 我们 先定一个长度 大致的 对 你后须我引到弦 大概定一个长度 开 开 写后的写 拿起来 拿掉 漂亮 继续 下一片 继续 下一片 把能剪的头发啊 全部集中的后脸去裁剪啊 好 剪完以后呢 我们开一个斜前的线 点一下 对 它会前后有一个破开的感觉 对 前后有一个破开的感觉 好 我们把这个区域头发 全部向上 啊 拿掉这个脚 会更柔和啊 对 好 那这个区域呢 我们就裁剪完成 另外一侧 同样的方式啊 其实还是非常的简单啊 用这个系列的方式来裁剪 这边发型 好 这头 对 同样的 我们先给它一个大致的长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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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可能的让它轻盈一点 继续 两侧也是一样 尽可能的轻盈一些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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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剪完以后呢 另外一侧 同样的我们先给它一些水分 从发中的位置开始剪 剪两刀 刀片一点 对 继续 继续 我们 斜后的 从它二分之一的位置开始下刀 好 我们把耳上脸分出来 OK 耳后脸我们多剪几刀 C型的 1 2 3 4 5 对 因为耳后脸的头发 非常的多 不去掉的话 我们 挂到耳后面 我们客人如果回到家里挂到耳后面是不方便的 对 对 另外一侧 好 转角的多剪两刀 对 转角的非常厚 好 另外一侧 同样的方式 厚点 多剪几刀 对 1 2 3 4 5 对 C型的 你看它就会收得非常的紧 多剪几刀 好 转角的位置我们多剪两刀 因为这个位置始终是最后的 好了 那我们再给它点水分 底线呢 我们不需要太太正齐 打几刀 OK 用无痕压键 点一下 让它稍微的均匀一点 不需要太正齐 好了 那这个发型呢 底区我们才将完成 我们接下来呢 先把底区吹干 吹干以后呢 我们先来处理底区 好的 那我们把头发吹干以后先来处理底区啊 像这种 头发特别多的啊 我们建议大家是一个区一个区来处理啊 不然的话 拳头 难度系数大啊 不好控制 那我们首先用上下的线条啊 让头发收的更紧一点 上下的线条 对 上下的线条 也会 怎么剪它都不会复贴啊 越剪越多 不行的啊 上下的线条啊 好 另外侧 我们把盒子挑起来 给到一些 没玩笑 逆剪 剪刀放进去 剪出线条杆 空间杆 剪完以后 我们用胖剪 用它吐手 就是把它给这次剪包 剪刀放进去 剪刀放进去 往前推 让它后头部 收得更紧 它发量多的 我们只能用这些方法 去一步一步地把它做得很紧 头发会显得很 不通透 不要担心它剪得很薄 因为我们上面还有什么 上面还有头发 覆盖下来 只会厚 不会薄 不用担心 继续 头发特别的多 我们需要点掉 收紧 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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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剪刀放进去 往前去推 因为把后面的头发 往前推得有点流向 另外一侧 我们同样的 剪刀往前去推 剪刀放进去 当然你可以放得很深入 会剪得很多 你放得稍微 在表面一点 它就会剪得很少 根据你的需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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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发很粗硬 好 我们再来看 两边 OK 我觉得这边更粗硬一点 点掉 更厚 好 我现在换把刀 换成弯刀 继续 我们用吹风 把多余的先吹掉 这样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好 我们继续 现在我们用弯刀干嘛的 大家看到 前面有一些 表面的有一些毛刀的头发 我们把它点掉 让它受得更干净 收得更干净 继续 尽量 不要有毛刀的头发 能剪掉的部分 全部剪掉 继续 好 就头一点点 各位 这种方法 剪头发就比较粗暴一点 也比较直接 剪效果 哪里厚 我们就剪哪里 哪里毛刀 我们就去剪哪里 像这种头发 你单纯的拉发片 是不可能把它收紧了 这些 再继续 好 好 那底区了 我们就已经完成 接下来了 我们来去裁剪顶区的部分 好 那我们呢 底区剪完了 来裁剪上区的部分 同样的给相同的湿度 那上区跟下去 我们做一个不连接 开斜后的线 那我们不连接的位置 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先 大致的定一个长度 对的 整骨 我们 剪完了 大概整骨 也不要对的太上 其实呢 这款发型呢 和上一款呢 看起来是 第五款呢 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只是 堆的 位置不一样 所以视觉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技术其实 只有三个技术 形状 也只有这么几个形状 但是呢 我们变化组合 就 很多出来了 好 OK 拿掉 对 继续 拿掉 继续 拿掉 继续 拿掉 可以了 继续 好 另外一首 好 另外一首 好 另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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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继续 好 剪完以后呢 我们把头发往上梳 继续 接下来 继续 直接铺连接 才能让头发看起来清爽一点 否则的话会 剪掉非常的多 无论你怎么打包 就会像度 继续 上一个区域 我们这个堆积的重量 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拿掉 头发非常的硬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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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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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同样的 所有的头发 相同的湿度 相同的密度 相同的肢体预约 好 那我们想要剪完以后 它的头发在眼睛上下 那我们先定一个长度 定到 眼睛拿掉 把眼睛的长度 把后面能输的地方 全部输到前面来 拉到前面剪一个方 拉到前面剪一个方形 OK OK 都会有点卷 所以弹上去的力量比较大 那我们剪的时候 眼睛已经弹到 弹上去了 好 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 分出 一片头发出来 非常的卷 那我们把它缩下来 是在眼睛的位置 其实我们有时候 在剪头发 要适当的放长一点 好 这个区域 我们先把它剪成一个 去除 底线不动它 直接拉掉 继续 拿掉 好 上面头发覆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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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我们的长度已经完成 接下来 我们先检查一下顶部有没有脚 好 发量稍微少一点 抽发跟 继续 另外一车同样的方式 我们这个系列 EQ等量裁剪 不是交一两块发型 是交一个裁剪的体系 也欢迎大家来学校 来风向学院学习 可以加我们屏幕上的微信 133 1285 9293 也可以加我们风向学院的抖音 官方微信 微博都可以 也可以收向用风向学院 我们学院长连开设有 转发 颜色 发型摄影 以及装面等十大课程 继续 继续 后须一样的 我们 继续 继续 去 漂亮 越来越跟我们的 心不中所想 越来越像 继续 密度调整 那我们每个头发 几乎都有密度调整 我们做一个 斜后的打薄 内层次 分斜后的发片 做一个低层次 OK 好 那我们在刚刚在牛海 短的这个部分 怎么去做呢 我们梳起来看一下 在这个部分 对 短的部分 它的头发非常多 短的这层 我们 直接剪刀放进去 给它 做薄就可以了 对 一定让它做出空间感 不然的话 待会会显得非常的厚 就像那里面这一层 剪短了 外面这一层 盖下来 好 我们把头顶的发烧 就处理一下 那风向学院 我们这个ABC 三个系列 这现在是第C系列的 第六级 而我们以后可能有 不同形式的视频出现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如果说你想要拿到 全套的视频 可以加我们屏幕上的微信 找我们学校的工作人员 和我们的老师 可以拿到我们学校 最新 或者是全系列的 继续 把上 继续 只有里面这一层 短的 外面才会有空间感 好 像遇到这种短发 我们都是里面剪短 外面长的 这样才会有空头感 好的 那我们已经拆剪完成 我们吹干 来做线条的处理 好的 那我们吹干以后 来做线条的修饰 其实头发已经这样的话 大的形状已经OK了 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来去做 线条的一个修饰 我们从后部开始 分出来 对 左右的 上下的 左右的线条 因为上区 是比下区要长的 对 继续 从二分之一的位置 开始起到 到发烧的时候 停住 继续 继续 同样的方式 出印 好 你看 凑理过的 和我们没有做线条 修饰的 差别还是 蛮大的 好 我们继续 前侧 这些 这些 这样的话会显得设得更紧 好 我们另外一侧 同样的方式 另外一侧 相同的方式 你看处理过的 没有处理过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继续 继续 另外一侧的脚 我们去掉 继续 继续 对了 好 另外一侧的脚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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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侧 好 继续 边滑边剪 好 正面的部分 正面的部分点掉 让它空间感更强 形成空透感 一束缩感更强 不要太沉闷了 不然的话整个头发显得不够透气 继续 继续 好 我们换大刀 最后的部分了 我们把它给多余地吹掉 换大刀的时候 真的是哪里 需要接哪里 觉得这个位置看起来不舒服 直接拿掉就好了 那我捡得非常有灵动感 有灵动感 好 继续 它很多地方很闷 我们必须跳出来滑一下 那如果说很闷的话 头发显得就没有那么时尚 没那么清爽 我显得比较粘粘一点 继续 继续 好 后续一样 觉得哪里 觉得比较厚实 我们最后去处理哪里 继续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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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小心 小心 感谢观看 OK 那这个头发呢 我们用EQ等量裁剪呢 就差不多成全完成 我们随便看一下 这段时间连续上课 连续录视频呢 可能有点湿呀 声音 好 那我们最后呢 把底线处理一下就好了 底线的部分 拿掉 其实可以处理可以不处理 你可以是干净的底线 也可以是偏 柔的底线都是可以的 这些 点掉一些 觉得多余的头发 OK 好 那这款头发型呢 我们就用EQ等量裁剪的方式 全部完成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它做颜色 化妆 造型 来拍摄 我们期待最后的一个结果呈现 头发全部剪完以后呢 我们接着要给我们的Model 染发 化妆 造型 以及平面作品的拍摄 这样呢 才能形成一个作品 我们广州风向学院也常年开设 短发 造型 裁剪 化妆 和发型摄影 等十大课程 我们风向学院针对个人 有学习年卡 针对于连锁店和单店 那我们今年呢 特别推出合作店 提供了全年三次 大型烫染项目合作运营 相关详情以及课程呢 和更多教程 可以加我们屏幕上 广州风向学院的微信 13342859293 了解和获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